好了同学们现在能清晰的听到我的声音 以及看清古化学院这四个大字的同学 来敲一个数字一好不好 好久没回鼓里了对吧 可好聊可好聊 好的好的我已经看到同学们的回复了 确保了咱们在一个世界之后 就开始咱们今天晚上的课程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画的呢 就是松白的一个表现 那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大鹏教育古化学院 来继续学习我们的山水专项提高课程 我是本杰克的主讲老师博云 同时也是这一期的主讲老师啊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咱们的课程导学啊 大家给它过一下就行 今天我们要展望的就是这个松白的 哎哟操作失误啊 这个松白的基本的操作 这个基本的画法 然后再来完成一幅简单的山水画作品 这就是本杰克咱们的一个任务了 然后呢还是希望同学们呢 请跟咱们的直播 过后呢记得去看一下咱们的回放好不好 然后这个就是课前领取好素材 课后一如既往的提交咱们的作业 现在我们一起来过一下我们的课程流程 这四个部分 同学们应该是很熟悉很熟悉的 对不对 那我们呢就从第一部分的事物观察开始了解 了解起啊 今天呢要带大家看的观察的一个形象呢 就是我们平常可能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松树的一个形象了 这是呢最典型的这种黄山 跟它的一种银克松的这么一个造型啊 比较相似啊 只能这么说 因为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一个松树啊 就是粗的这个枝呢 你们可以看到哈 基本上是90度的这么一种粗的方法 一个你看树干呢 它是一种垂直这样直立的啊 直立的 而粗的这些枝 你看基本上的都是这种横着生发啊 横着这样去生发的这种枝 稍微中间也会有些错落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特点 再一个就是我们说松树 其实它最大的特点体现在它的一个松皮啊 以及它的一个松针就是叶子上面 这是它的其他特点 对吧 那我们今天要带大家画的也就是它 所以我们现在呢 看一下它基本的特点 在课前 不是在咱们的这个视学课 以及咱们之前的这个正式课里面 多少都带同学们已经接触过了解过了 对吧 我们那就一起来再一起来看一下 它的松皮的一个基本的特点 其实它上面这个皮呢 你看是一层一层这种剥落的这种感觉 对不对 再一个呢 就是它有一种我们说偏圆一点的特征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这个鱼鳞 对不对 就像我们说的这种鱼的这个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鳞片一样 是吧 一层一层的 所以我们也是一种形象的概括 这是我们中规话说里面 经常常说的一句话 像其形的一个原则 再一个我们说完了它基本的特点和 再来说一下它这个出枝 它的这个出枝呢 其实像这种我们说这个横着曲式的这种枝呢 它上面也是出枝非常的繁茂 上面呢 我们可以多画一些这种枯枝啊 来这种折断的一些枝啊 来加强画面一种趣味性 或者说艺术效果啊 这是我们在后面自己在画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在看一些名家作品的时候呢 都可以这样去省视他们的一些作品 或者这样去添加 对吧 好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白树的一个造型 白树最大的一个特点 无非就是它这种这个缠绕的一个特征 对不对 其实树啊 只要是树 它们的共性的特点肯定都是一样的 再一个就是 之所以把它单拎出来讲 就是因为它的一些非常独特的地方 也就是它的特征嘛 比较明显 其实它整体树干和树根的一个就是树枝嘛 它整体的一个粗细的过度 还是差点很大的哈 所以在画这些画的时候 你们就要注意了 一个是它的一个缠绕 对不对 一个是缠绕 再一个是它的粗织 再一个呢 它这种柔混质感啊 这是它的几个特征 现在呢 就带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 今天要带大家看的名家作品 这幅画呢 是明代唐衍的这个山路松生图啊 唐衍呢 是谁啊 有同学知道吗 也就是咱们之前经常在影视剧里面呢 听说的这个大才子啊 唐伯虎啊 因为它字伯虎嘛 那就是它的这个作品 这张画呢 是现在收藏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是捐本色色 就是在捐上面画的啊 类似于一种布料一样 它描绘的呢 整个是一个高山峻岭 飞铺流泉的这么一个画面 其实整个画面当中啊 它是有一种暗含的一种隐移的一种生活啊 因为作者呀 他当时呢 我们说当时30岁左右 又画的这张画 与他的朋友呢 科举 就是进京科举考试 而他的朋友呢 当时呢 贿赂当时的考官 导致他也被受牵连 甚至还受到了我们说的 这些刑法的一个处理 对吧 从此呢 作者呀 他就不再追寻于这个刑场 这个官场了哈 我们之前说的这种文人士大夫 他们都有一种仕途的一个追求 我们说 修身其家平国 修身其家治国平天下啊 还有我们之前经常说到的 这个横渠四句 对不对 我们说的 为天地利心 为生命利命 为往生去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那他们呢 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追求的 慢慢的这个逐步的去 走上仕途 但是呢 在你们知道 作为古代的时候 他们唯一的一种出世 一种 我们说功成名就的地方 也就是只有 单关了 那当然他的这种仕途呢 已经破 已经破灭了 所以呢 他就很向往这种 我们说寄情山水的 这种隐意的 自由的这种 这么一种生活的状态 对吧 那我们对这个画面呢 做了一个简单的背景呢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 我们就来说一下 他的画啊 既然是寄情山水 对吧 那表现他的一种心境 那他的一张画呢 主要表现了 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我们说 主要的一个特征 是不是就是在这个 山腰之处啊 他表现了这种 我们说这种苍老径挺的 这种唐曼禅身的 这种松树啊 非常的茂密啊 而且表现的非常的攻击 这个唐伯虎呢 他不仅仅会画 咱们的山水 你看他山水 既然可以画的 这么的攻击 也能猜得到 他的工笔啊 也画得非常好 他经常画一些侍女图 有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就去了解一下 当然 还有一些比较 我们就不在这说了 还有一些 比如说画的一些 人物的形象呢 也非常的不错啊 好 整个呢 他其实这样的画面 你们可以看到 一个山水的丽州 整个画面的一种 前后的一种细节的一个刻画 以及画面 整体的一种经营呢 他呢 体现出作者 他对于这种绘画 他在公底的 打提的一个展现 对吧 好 那我们对这个 他的整体画面 一个介绍之后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作者他对这个松树 以及塑造呢 的一个把握 是吧 整个松树的一个表达 你们看一下 右侧这张啊 他这个松树的表达呢 像一个 我们说 盘博在哪 像一个就是像龙盘火炬一样 经常我们这样去形容他 对吧 其实他有这么一个意识 像画这个树 松树的时候 他这种鳞片呢 就像 就在画我们传说中的 传说中的这种龙一样啊 尤其是像我们说的球鹰 有一张画 叫 桃园仙境图 对不对 前面的那些松树 他们就有这么一种意识 去 这种蜿蜒曲折啊 如龙盘火炬一般的去表现啊 好 这个 我们就简单的把这张画说到这里啊 那再一个说一个就是咱们松树啊 以及百树 他们呢都是一种我们说四季长青的一种植被 而且呢 他代表的是我们说一种一个是长寿 再一个呢就是万古长青啊 这么一种象征啊 以后如果说你要送自己的长辈啊 朋友啊 所以说送画的时候 有一些内容上的选择啊 题材上的选择呀 你们就可以有一定的考究了 好 现在我们大概再来看一下历代名家里面 比如说沈舟啊 他画的这张啊 这是他的两张这个松树啊 平常可能有同学已经临摸过了 我看到过啊 那他们在表达的时候还是比较文秀的啊 因为他们都算是文人画家 包括咱们的这个八大山人啊 画得非常的简易啊 但是这些简易之余啊 通过作者的笔摸的功夫呢 能看得出来他们非常扎实的这种啊 书法功底啊 以及咱们的这种绘画的一些技巧啊 这个呢就是咱们说的 亲似清代亲似僧之一的这个红人 他画的一些也这个小侧页对吧 我们大体的欣赏一下 他们的这个面貌就可以了啊 其实在历代历 画家当中画松树啊是最多的啊 这个不多说 现在一起来看一下本节课 我们要带大家画的件案例图 松下茅亭五月梁对不对啊 也就是主要的一棵松树和一棵白树啊 是作为咱们画面的一个主体来呈现 然后下面的一个岩石呢 其实塑造的都比较简约 都是用我们的匹马村来塑造的哈 那我今天呢还是给同学们呢 做了很多的课图 同学们呢一会儿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看 好右边是咱们的工具提示 同学们做好详应的准备啊 咱们的颜色呢 还没有过多的给他们 给同学们丰富 后面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会慢慢的带大家一点一点的来塑 这个什么 丰富的表现表现啊 能看到我双手的同学来敲两个数字五哈啊 我的十个手指头 左边一个五右边一个五 我屹马村无处不在对不对 好 我已经看到同学们的回复了啊 那么现在呢 我就开始来给同学们讲一下 那他们的工具 还是跟之前一样 今天呢 我又拿了一只这个 这个狼豪的小号的毛笔 主要咱们什么呢 一会儿画叶子的时候呢 画精细的线条 就可以尝试用它来画一画 然后这个颜料呢 我今天就不拿出来给大家看了啊 因为我们要画到最后 今天这张画 拧不上颜色也没有关系啊 好 现在松树 松树对吧 那我就带同学们呢 一起来看一看啊 松树呢 其实我们经常在古代的一些文学意向里边呢 经常给它代表一种 我们说 这个不畏 不畏寒霜啊 不畏寒霜 以及象征这种坚针之感 以及我们说松树这种 奥古真容的一种画面 这么一种精神 对不对 还有一个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百树了 那百树象征的是什么呢 百树我还没拿出来哈 拿出来给同学们描远吧 百树呢 咱们是一种庄严啊 是一种庄重树木 并且呢 它是有一些 我们同样是一种四季常青的一些植被 对不对 这是我做的一定课图 课后 如果我们时间够 我再带同学们一起来画一些局部 对不对 这些呢 我们就先放到这儿啊 这个松树 其实刚刚给同学们已经说过了 它的一个寓意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特点 特点呢 就是它的一种出枝 以及它的这种 上面的这种纹理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村法 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叶子 这是它最明显的三个特点 现在呢 我就带同学们一起来画一画 这是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一起来说 它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 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绘画步骤 共性的地方呢 跟之前是一样的 画树啊 同样是先离干 然后呢 再出枝 对不对 最后上点这个叶子 好 适当的再出一定的 倒出一点点的咱们的墨枝 用咱们的小号的这个煎毫毛笔 小号的 对不对 跟之前都一样啊 今天呢 咱们的书法老师呢 借了我一个 咱们的小阵池 对不对 你们要好好听话啊 好 那么呢 用笔尖去沾一下水 然后用这个 用笔锡里面沾一下水 用笔尖呢 沾一下咱们的浓墨 微微的这样去 在盘叠里面 微微的这样去调和一下 调和一下 调出一个 咱们自己需要的 一个墨色的层次 然后用咱们的这个 试笔纸来控制毛笔的水分 对不对 和之前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 我们再重复的这些内容 因为有些同学呢 可能是 突然又进来听课 然后之前可能 没来得及听 对不对 那今天呢 就带同学们 一起来画一画 咱们是一个松树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姿态 它的一个共性的特点 跟之前我们说 画的其他的树呢 是不是都一样啊 画树呢 先例感 比如说我们说 右上左下 先取一个大体的式 右上左下 然后我们把它的一个树 树的一个大体的一个质干 给它表现出来 然后呢 再继续 根据左边画右边 对不对 好 适当的拨折一下 然后左侧跟它出枝了 对不对 好 出枝 要根据它的整体的一个式 要取它的一种式 有时候我们说这个松树呢 它取式呢 是比较偏的 它的造型呢 有些时候画的会 会非常的奇特 这个造型的特征呢 比较 这个我们说这种猎奇的 这种东西呢 太多了 我们就不能一一的给同学们讲 所以今天给大家做的课图呢 还是比较这个说入画 也是比较这个在名家照片里面 呃 常见的一些形象哈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 但是要注意它整体的一个粗细哈 线条有时候呢 我们该流畅的是 流畅的时候呢 就要流畅一些哈 那斑驳一些的地方呢 我们同样也要跟它斑驳起来 这是跟之前画法呢 都一样 对不对 这是它们共性的地方 我们先把这个干给它立出来 只不过出枝的时候呢 它稍显这个 稍显繁密一点点 你看有些出枝 它甚至于向下啊 甚至于向下在表达 表达 我们越往后面画的时候 其实对于用笔的中锋和侧锋啊 它往往是一种 我们说 很灵活的在表达啊 都在来回的这种切换 好 在中间呢 我们给它画一个竖八啊 其实我们会给大家讲到 就是画了这种 成百上千年的这种古术的时候啊 它上面会有一些很多的枯 这种 我们说像骷髅一样的 这么一些东西在里边 那这个呢 其实现在的画的一些数目当中啊 很少见了 很少见 所以呢 我们就不用这样去讲 其实你知道这个竖八是怎么画的 画那些东西呢 都是一个旁 这个畜类旁通的一个东西啊 好 我们把大体的一个树干 给它画出来之后 现在你看 整体的一个墨色的一个 啊 干涉浓淡 它是不是都有了啊 都有了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就来说一下 它里边的一个村叉的一个表达啊 村叉的一个表达 村叉的 村叉的表达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榆林村 对不对 或者说 很多时候呢 是圈林村啊 等等啊 都没问题 这种怎么叫啊 都所谓 因为不同的画家的可能 他称呼不一样 但是我们往往都 大部分人都叫他 叫他榆林村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造型呢 也就是之前 我们大家同学们画过这个 小的那个圆圈 偏圆圈的形式的这种 这个夹叶树的点 对不对 那画它基本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单笔的去表达 对吧 入笔的时候有个实啊 有个实 有个虚 也就是用笔呢 它有一定的力度的一个变化啊 有个力度的变化 然后在画的时候呢 它同样有一定的这个焦点 对不对 啊 凑了焦点 大小呢 要有一定的尖搭 我们逐渐去塑造 这就是我们画的这种 榆林村的一种 这种村叉的一种表达 来画咱们的这个树干 它这个画的时候 接在哪呢 我们同样是在根据 它的一个结构线的 一个前后焦点 是不是 我们这就去加的啊 那到底是怎么去 加呢 我们首先给同学们 说这么几点 这个村法 其实啊 我们主要跟它分为有 这个圈啊 这样圈出来的啊 这样圈出来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点啊 还就是我们这样去点 这点呢 或大或小 比出呢 或方或圆 就跟着画面的整体的一个节奏 我们先说这个圈啊 它这个圈呢 其实主要在加的时候 我们可以 可以这样去加 比如说这是一个树干 对不对 我们只在它左侧去啊 这样去给它加 右侧呢 统一跟它流出来 对不对 这是一种村叉的一种表现的方法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还有一种啊 就是比如说这个树干 我们给它画出来 对不对 可以在它两边啊 村叉它的两边 然后中间呢 给它流出来啊 中间 是吧 但是你流的时候呢 不要流一条线出来 对不对 它有时候呢 稍微的错落交叠一下啊 稍微的错落一下 是吧 这样看起来要自然一点点嘛 啊 在画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画今天这个案例的时候呢 它就有一点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 村叉的一个啊 分布啊 是这样的一区 去画的啊 然后稍微的往上面挪一点点啊 然后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种啊 村叉的一种表现的方法 还有一种村叉的表现呢 我们往往说这种 其实跟它们的有比较接近了 就是呢 分布的时候呢 这个稍微的这个 我们说它有一些 适当的一些破碎啊 浓墨呀 以及咱们的这些 不规则的这种碎笔呢 给它拼接出来的 就是跟着它的这个造型 对吧 不规则的这样去村叉 那这样不规则的去村叉 很多同学说 那不规则我自己随便画 那也那也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它也要整个画面 你要同样 要跟它流出一定的白来哈 它有的地方 你比如说左右两边呢 它交叠起来 是吧 左右两边交叠起来 包括有些地方 我们可能呢 上面部分流出一定的白来啊 这样去塑造都没有问题 这是第三种啊 这是第三种 主要就是这三种分布的方法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村叉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了 我们往往说 勾勒的轮廓线啊 勾勒的这种轮廓线呢 它相对比较重啊 相对比较重 那我们在村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用淡沫 同学们控制不好的时候 可以先用淡沫啊 先用淡沫这样去村 对吧 村完了之后啊 村完了之后 咱们呢再用浓墨去破啊 再用浓墨去破一破 就在这个胃干 半干胃干的时候 就看你要哪种墨烧效果 胃干我们说是破墨 那干了之后呢 就是积墨 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啊 适当的跟它加一些浓墨 是不是啊 跟它这个边缘下呢 比较接近的一些墨色 这个时候呢 类似于像给它 有些地方呢 像复钩 有些地方呢 像给它像插法一样 是不是啊 像插一样 这就是我们在画这个村 村笔的时候 让整个画面墨色 看起来更加的丰富的 一些表达的方法 但是你要知道 虽然咱们是用浓墨去破这种淡沫 是让它这个墨色效果呢 看起来更加的丰富 但是你不能把这个画面 画的太多 这种浓墨 你看面积是很少的 那要画的太多的话 让整个画面就就跟之前说一样 就覆盖掉了 是不是 这点就不太好了 这是咱们说的 在三种村的一个分布 三种村的一个分布 我们就先说到这 现在呢 我们来画一个比较完整一点点的 把这个树给它春插出来 村的时候 在村的时候 同学们 同样它这种分布的时候呢 你不要出现这种 不要出现这种什么样子的呢 就很多同学在画的时候 实入虚出 其实有时候你稍微用点劲儿 是不是 它都能给画的出来 都能画的出来 这是我们正常的这种春插的方法 对不对 里面墨色有干涉浓淡的这种变化 这是正确的 还是一样 不要出现这种成排 这样排队 这种排队 下面一样 上面一样 这样排队的这种 这种就不要了 好不好 今天避免掉这些表达的一些 也比出的方法 好 还有一些我们说的这种点 还有一点就是在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 在这个春完了之后 在这个春完了之后 我们上面给它加上一些 加上一些这个末点 像我们说的一些胎点都可以 但你这个点 要注意它的一个疏密的感觉 这个疏密 就不是像我们说的 一定要一触一触的了 它只是在里面相对的这种疏浪之间 再去求它的一种 这种春差的这种疏密的一种关系 那这是我们说的这种点在里边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这个春的时候 虽然说它叫榆林春 但是我们还有一种表现的方法 就是它是可以双层 也就是我们画这么一层 是吧 这是一层 它里边的我们还可以再跟它画一层 有些画家画的这些树 他把它画的特别的斑驳古旧 而且特别的苍老 感觉像千百年的这种松树的时候 它里边就往往就画成这样 两层的这样去表达 不管你怎么去画一层还是画两层 那你反正我们该有的这些 比如说墨色的一个浓淡变化 以及这种 比如说墨色的一种干涩浓淡变化 这些是不是都要有 再一个就是我们说这种疏密的一种关系 是不是 我们都要给它表现出来 这种也是可以的 我给同学们说了 是两层 好 还有一些可能有些在春插的时候 他画的这些方折的一些线条 那这个就是画家比较个性的一些表达了 都没问题 你也可以自己这样去画 都可以 他画的一些比较方方真正的这样去春插 也没问题 也没问题 你都可以这样去画 但是我们说的该有的东西 你基本上都要有 只不过传达的是一种视觉的一种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是吧 好 那这是我们对这个松树的一种表达 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我们把这个树给它简单的春插完整 春插完整 看左右两边我们都可以适当的戴上一些 对这一块我刚讲解的 同学们都理解的 同学可以来敲锅数字一 中间可以适当的同样出现一些比较浓重的墨色 在这个相互交叠的地方 让整个树干看起来它比较丰富 你一看现在我们只是勾了一遍 它现在就感觉这个都太平均 显得比较细碎对不对 那我们其实都可以在里边 在这些树里边 我们都可以再跟它加一些什么呢 一会我们可以跟它加 比如说尖春带插的这种感觉 即使再勾了去春 同时把笔测过来 也是跟它适当的插一插 对吧 墨色 不用让里边的这种 我们说画的这种纹路 像春插的笔触的线条 每一笔都显得特别的明显的话 它画面就会显得平均 好 像这个树结巴的地方 里边我们都是跟它加一些这些 方方折折的感觉 对不对 我们的树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存在这些 形象 但是没有 我们往往自己也会主观的 跟它加一些 画画它创作 往往是什么呢 我们的一些 我们自己主观的一些取舍之后 进行的一些画面的一个展现 对吧 在这同样 在这小的这个枝干上面 我们同样是不是也要跟它加春呢 虽然说画的可能没有那么的规整 看 有时候就是直接是点上去的了 点上去的 好 这是松树的一种表达 松树的一个表达 我们先说到这 然后松树的树干 说完了之后 我们就带同学们来画一下咱们的这个 它的一个叶子的表现 这是它的两个最基本的一个特征 好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它的松树 其实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的这个松树的一个形象 非常的多 或者在画作里边 但是你看基本的一个造型的特征就这四种 就是你把这四种掌握了 其他的这种无非是一些 我们刚刚说的一样 都是出类旁通的一些表达 那我们现在就带同学们一起来画一下 这个首先是这个马尾松 就像马的尾巴一样 也是这样去形象的跟它取的一个名字 那我们比如说从上 我们就从从下往上 这样去出一个枝 然后在这个枝上面 我们还可以再跟它出枝 对不对 然后来表现它的这个 表现它的这个上面的一个松针 在画的时候 我就直接用这个笔来直接勾了 就跟着它的一个枝干 然后左右两边都去给它生发 你同时可以先把一侧给它画完之后 然后再回过头来 再来画右边这一侧都没问题 好吧 可以从外向里 也可以从里向外 这个都可以 根据你自己怎么去顺手 好 右侧我们也给它加上 这个长段的要适中 它不要画的都是都很平均 像排队似的一样 中间始终要给它破一下 边缘的 同样不要给它齐平 对不对 这个可能很多很少 我们很少在自己的 在我们的平常的一些 画作里面带同学们这样去画 对吧 因为其实这种松针的表现的 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我们拿着课后 可以适当的去练习一下 像我们说的这个 之前带同学们看过的 这个万鹤松丰图 就是画腐笔顺的一节课 那它里边的松树 其实就是用到的咱们的麻味松 是不是 边缘也是要有长有短的 有长有短 然后这儿我们再去给它加一组 可以时入虚出 也可以时入时出 都没有问题 但是大体的一个长短 要比较接近 毕竟它就是同一个枝杆上的 如果说它这个长短差别太多了 看起来是不是也挺别扭的 虽然说有会相对的 有会有一些这个长短的一些变化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一块 你看这个松针的大体给它画到这里了 你看这一侧我画的是时入虚 虚出的 你看这一侧是一个时入时出的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用笔的方法 好 这是我们对麻味松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现在我们再一起来画一下 平常我们之前已经介绍到过的 这个扇形的一个松针 这个松针的一个表现的方法 这个扇形的松针 首先是它的一个基本的面貌 像一个扇形 对不对 我们之前给同学们已经说过了 那像一个一个这个锥形的一个状态 那从中心点 从中心点 像周边这样去发散 那在画的时候 可以从外向离 也可以从立向外 对不对 我们之前跟同学们都说过 那大概的一个 一般我们在画面当中 你们目前画的这张纸张的尺寸 基本上你就画一个大拇指大小 顶多了 就差不多了 然后在组合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说过 它有一定的书面的关系 对不对 像这种组合 它就根据你出的一个枝条 你对枝条的一个取势 以及它的书面的一个把握 还是用了键后的小号毛笔 好 我们再把在下方 再来给它加一些 加一个松针 这个加一组 这个在加的时候 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品质型一个叠加 对不对 那上面一个 下面两个 这就是我们说的品质型一个叠加的形式 这是对松针的一个表达 我们先说画到这里 其实这些松针就是你只要掌握了 基本掌握了就是你其实画出这么一组来并不难 但是难的就是对你里边的这些墨色的一些层次 以及书密的一些把握 这些我们其实没有讲的特别的复杂 其实我们是尽可能的以最大量的简化的给同学们讲 但是你只要画了 你把这些几种画了之后 旁边的其他你都能画出来 还有一种 其实平常我们可能在一些画作里边 或者像戒指缘里边 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松针的表达 像一种锯齿状 它上面画的这个就 你看起来它不像松针 但是它有一点像 它是取得一个大体的一个意象 这个就是一种高度的一种概括了 在一些名家作品里边我们都能看到 你们看到它的边缘都是这种不齐品 就是凹凸起伏像锯齿状 所以我们给它命名的 这种这种画作 其实我们说的一些远深 一些远深上面 我们可能会用到这种方式去表达它 你们自己在课后可以适当的去画一画 让这种叶子的线条要接在 要让这种线条要接在咱们的这个线上面 它要接在上面 不然的话这个就没有着落点了 好 这是我们说一些相关的一些 这个松针的表达 好 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种车轮型的 车轮型的松针 其实就是在它上面画一个 圆形的一个造型 那我们先给它画下来 好 上边 下边 我们都要给它画出来 画这种松针的时候 线条尽可能给它画直一些 对不对 你尽可能我们说聚焦于一个点 但是可以围绕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去画 不是说必须的交易交易一个点 不是这样的 跟我们之前画这个 这个这个画这个戒指点 是同样一个道理 好 我们再同样给它画 再画几颗 在画这个松针的时候 同学们要注意 比例的水分不要太大 你要太大的话 这个中心点它就阴得特别厉害 好 是不是我们大概就把这个松针给它画出来了 这个车轮型的 像睫毛是吗 这个也可以 同学学们这么说 还有一种根据它这个造型 再给同学们介绍一个 就是我们之前说到过 有一种就是像雪地里的一个松针 你们要知道就我们说 我们说松树它有一种品格 就是不为这种双寒对吧 也不为这种寒雪 所以它常年四季的都是四季长青 所以我们在画这种雪地里边的松针的时候 还有一种表现的方法 跟它非常的相似 就中间流空 中间的这样流空 画一圈空的这种 车轮型的这种 就像我们说的这种雪地里边的松针的一个表达 我们再给它画一组 就像树梢它积满了雪 而上面还有叶子 中间的流空的白可以大一点点 这就是我们说的流血的下雪的一个状态 再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蝴蝶结 像蝴蝶结状的这么一个 蝴蝶形的松针的一个造型 蝴蝶形的造型其实就跟我们说的一个领结一样 左右两边 比如说这一侧我们来跟它多画 多画几根 右边这几侧可以少画几根 中间其实它也可以带上几笔 不是说不用去画 包括下面这一侧也是一样 但是我们在画的时候 往往就是以两边 两边就是画多画一点 中间的少画一点 而且短一些 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形态 包括在旁边 我们再去组合的时候 都是一样一个姿态 然后边角我们可以适量的跟它出一些 小的短一点的 这是我们说的这种蝴蝶形的一个姿态 这个吗 你说这个吗 像睫毛的 同样是咱们的一个松树的一个处类旁通的一种表达 像锯齿状的这个松树的一种叶子 好 现在我们再继续 是吧 我们先把两头 这个比较偏长一点的松树跟它表演出来 那中间这种小短一点的 我们就跟它加上一些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蝴蝶状 蝴蝶状的一个松树的表达 再次我们今天对松树的叶子的一个表现 基本的这些造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现在我们再一起来给同学们说一下 它这个白树的一个表达 蝴蝶形 你整个画面 你其实现在我们要画的画面 你都可以这样去用 白树 其实刚刚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就有同学已经说出来了 我们说松皮如林 白树缠生 对吧 它的基本造型的一个特点 就是因为它的树干的一种缠绕的一个形式 再一个就是树的一个粗细的变化 它可以很突出 可以差别很大 那我们现在就带同学们一起来画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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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 白树的一个表现 对吧 那白树首先我们说 它整个造型是比较圆魂的 线条也比较柔和 所以不会出现特别方嫩的一只线条 那从上往下 我们来开始画的时候 要注意了 对吧 那这些转折地方 你看是不是都比较方 都比较圆魂 然后呢 层层的焦点 再往下面来 然后旁边我们还可以跟它出一个枝 出这些枝的时候 它都是根据这些缠绕的一些线条 这些纹理里边去穿插出去的 边角 我们再来 是吧 逐渐在画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跟它形成很多这种缠绕的一些细线 这就是我们画这个 画这个白树的时候 我们需要跟它表现出的一些特征 再一个就是画这些线条 这些树我们画画这些树 其实都是取它这种苍净古老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 用笔稍微也是要枯着一些 枯着一些 同样是跟刚刚说的那些排布的方法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我们说的品质型 它不在乎你怎么去排布 是在看你怎么画面怎么运用 同样跟我们之前说的一样 它是要注意整个树冠的一个姿态 树密对不对 还有繁简对不对 这些都要去考虑到 好旁边我们再给它出一个小枝 在出枝的时候 其实它的墨色层次 可以比咱们的主干 可以再浓重一些 是吧 这是我们对这个白树的这种表现 然后逐渐这样去缠绕 通过线条的相互的这种堆叠 相互的这种叠加 去体现一种 我们说它的一种体积 或者说它的一个厚重感 是否就像我们这个案例里边给它同学们带大家画的造型是比较接近的了对不对 中间的适当的也要留出一定的白来 有些地方我们可以把线条画的比较密集一些 但是有些地方还是要跟它疏松的出现一些枯枯的 这个留白的地方 对吧 这就是我们对这个白树的 这个姿态的一个表达 同样里边 比如说像边角这些地方 你要想让它强调 比如说墨色感觉要深一些 是不是 我们适当的可以跟它加一些重度 强化一下它的边缘 好 这是它对它枝干 主干的一个表现 当然这个枝头 这种我们也给它画一画 也可以说根据它是松树的不同种类 咱们来去给它表现的这个叶子 但基本的特征 基本的原理都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一样 都是至少是根状的这种状态 对不对 怎么去组合 你就根据不同的画面去加就行了 好 这是它的一个 我们说的这个 前面出的一些细枝 这张细枝 你看画的线条也是非常的圆魂的 在画这张圆魂的线条的时候 同学们就画线条 画的没有劲到了 但是整体的一个粗细 一个相对的一个体验转折 对不对 我们同样要跟它照顾到 你看边角可以相对的浓重 但是里边的这种春差的这个线条 还是同样要淡 你看像这个线条画的 在画的时候 主干的时候在画的时候 它里边的边缘线和里边春差的墨色层次 不会差别特别的大 右侧我们再来一些 这就是我们摆书的一些表现的方法 可能在有些同学 可能这个自己的生圈纸 画起来不是特别容易 但是你也尽可能跟着我一起 今天来尝试的画一画 这就是摆书的一种表现的方法 好 这是树干 树干 画完之后同样给它 可以给它适当的 跟着结构线 适当的擦一擦 对不对 让它更显得更加的苍茫 摆书 好现在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叶子的表达 叶子之前是不是我们已经学过一种叫胡椒点 对不对 这个胡椒点就直接是用笔 青触纸面 形成这种小的点点 对不对 就是这个 就这个去表现的 里边它整体你看墨色层次 浓墨相对要少一些 淡墨要多一些 这个怎么点 你在课后一会儿画的时候 你都能画得出来 现在我们再来说这个 这个煤花瓣的这种形式 你们都在技术课里边画过煤花瓣的 对不对 就是几个笔触 它们凑出来 凑起来像一个盛开的一个花瓣 一个感觉 对不对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煤花瓣的点 这种点法 好 我们简单的给同学们示范一下 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咱们的松树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带同学们一起来画画 咱们今天的案例了 现在怎么又追觉了 好 现在我们就一起拿出我们的纸张来 我们今天的纸张就是一个长条的 就是一个长条的 然后稍微把画面放大一点 然后我们大概的跟画面一样 画一个横着的中心线 然后竖着的中心线 竖着中心线 然后区分了一下 咱们分割了一下 咱们的画面之后 就来说一下画面的构图 画面整个延时 也就是整个画面 如果你分成三份 分成三份 虽然咱们现在画的是两份 从中心线往下数一定的距离 大概是中心偏 偏底部一半 稍微偏上一点点 这就是咱们下面延时的一个高度 高度了 然后大概是一个左上右下的一个取势 然后下面有一些摊图 几层几层对不对 然后错落交叠的这一块 塑到了一个底部的一个 卵石的一个位置对不对 好 大概的画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主要是这两棵树的一个姿态 这两棵树的姿态 其实相对来说还是真的挺丰富的 挺丰富 姿态上来讲 但是树干我们的塑造 其实没有塑造特别的多 塑造太多了 同学们塑造起来可能比较辛苦 摆树画得太快了 一会儿我会跟着带着你再来画一画的 课后有时间我再带着大家细画 从整个中心线 位于整个上半部分的中心线 偏上一点点 偏上一些 这就是咱们树的 松树的一个初始的地方 右上左下 它这样拨折转折 它的一个姿态是不是很丰富 好 逐渐这样下来 我们画了这个树 这种老树 很大的这种树 餐厅大树 你看我们画的波折是很多的 而且它波折看起来自然 这种树的一个造型 那个姿态 我们就要让它看起来好看一些 我们画的没有特别的反复 但是它这个姿态 尽可能在曲折 尽可能在曲折 好 这是它大体的一个姿态的表达 然后后方最高的这棵树 最高的就是我们说的白树 对不对 这个白树 你看我们单笔在画的时候 你看这种枯笔的感觉 也能把它表现出来了 它们俩中间适当的 留出一段的间距来 然后注意一个书面的关系 底部加上一些高高低低的这种小树 我们就能把它给 整个画面的一种书面的关系 给它拉出来对吧 这是我们前面最前方 主要物体的一个表达 对不对 也就是这两棵树了 下面的叶子咱们就不表示了 上面的右下角 在咱们的松树的右侧 咱们有一层 几层小的岩石 小的岩石 高高低低的 对不对 我们稍微的给它错落一下 加上几层 有大有小 这就是我们整个画面的一个构图了 塑造主要是前方的一层小的岩石 再一个就是上方的这些树干了 好吧 我就先说到这里了 现在我们要再一起带同学们来画下本节课的一个案例了 我还有很多课的稿还没带同学们看的 课后我们会慢慢的给同学们一起来带大家一起来画一画 好 同样你看我把已经把咱们的这个横竖线 横着的中心线 竖着的中心线 都给大家已经列出来了 列出来之后 我们就带同学们一起来画一下上面的一个岩石的一个分布和造型 不是一样的树吗 松树和百树是两种树 好 现在咱们推进由近几远的开始来画 咱们现在画最前方的这处小岩石 也就是画面最底部 现在咱们开始来画最前方的一层岩石 在画的时候最前方 那既然墨色就可以相对的重一点点 相对的重一点点 在重墨的层次上略微的加一点点墨色 但它也不会特别的跳跃 我在纸上大概的画一笔 对不对 大概的画一笔 你们都能看得到了 略微的再调和一点点 再调和一点 因为用的量比较大 你们准备好自己的绘画工具 现在我们就开始了 岩石随处可见 对不对 咱们这节课最主要塑造是两棵树的一个表达 塑造 中心线偏左 一直左右 一个手指左右 左下右上 一直 然后转折 你看 左下右上 一转折 然后适当的出现一些波折 出现一点波折 你看 由湿润 由浓重 到逐渐的这种非白出现 好 这一层我们先画到这里 然后从中心线偏右 一直左右的地方 我们再跟它加一层 小的岩石 一个结构线 都是左下右上的 但是它们的宽度 不会特别的宽 比较窄一点点 因为岩石 我们说有宽有窄 好 这一层画出来之后 在它的波折 从中心线往右侧数 大约两只的地方 我们再来接一层 再波折一些岩石的造型 是吧 这会儿已经达到了最高点 然后向右下方了 我们再来画出它的一些小结构线了 怎么了 网速有什么问题吗 好 这一块 这一块我们先画到这里 画到这儿 然后从后方右后脚 右后脚 我们再来加一层 结构线 加一层结构线 然后从它的中心的地方右侧 我们再一层上的添加它的一些细小的结构 让整个岩石看起来更加的丰富 对不对 好 细微的这层岩石的一个细小的一个结构 同样要有宽有窄的 中间适当的流出一点的白来 让整个岩石略微的看起来丰富一些 边角 右下角我们适当的流出一定的间距 大约是你看 留个两到三个手指都没问题 你画的呢 不一定要跟我一模一样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去表达这个画面 你只要学会了这个方法 不同的画面 你同样可以画出来 这是咱们的这个就是专门学技法之后 学完了之后 它和我们只是画一画 画一张画面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我们现在把这块岩石的大体造型画出来之后 它的右下角 我们来画一个你看高一点低一点 有大的有小的一种错落的岩石的一个组合 对不对 这个具体大小高多少呢 其实你相对的看着来都没问题 你要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 但是边角我们还是要留趋动的间距来 岩石的最底部 我们要跟这块大的岩石略微做一定的区分 好 这块你们都给画出来对吧 屏幕不动了吗 现在可以了是吧 好 现在今天多了个老师帮大家 那我们得跟他好好的听课了 那在这个岩石的最高最高的地方啊 再往上面数一到两个手指一到两个手指啊 你看我们大概的定个点 这些岩石的最高点呢都不要在同一条线啊 都不要在同一条竖线上 也可以左右的这样错落一下啊 这就是我们画面经营的时候一些节奏啊 的一个把控 右上走下 然后呢 逐渐往下面画下来 在画的时候呢 线条不用画的特别的直啊 我们稍微蜿蜿蜿曲折一点点 好 再往底部接的时候 你看线条我们都不是一条顺流的啊 都不是一条顺流的 都跟他加了一些波折的线条的一些交叠 他都有一定的空间来表现了对吧 前方也是一样啊 好 右侧我们再跟他加一些小的细小的结构线 对 如果有同学觉得这个卡的话 你可以刷新一下 或者切换一下自己的线路啊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好 这层岩石呢 大体的塑造完了之后 中心的地方啊 这个地方我们呢 再跟他加一些细小的一些结构线啊 细小的一些结构线 是不是现在看起来就整个画面已经比较丰富了啊 好 这次画完之后 左侧啊 左侧我们呢 适当的再跟他加一些 加一些这个一层一层的结构 从这个边角中心线 现在是大概为了有一个 颜料管的一个高度 哪个颜料管比一下啊 你看大概画了一个颜料管的一个高度了 对不对 然后就从这个地方 我们呢 再给他加一个 加一层结构 然后逐渐往后面画的时候 我们注意墨色的一个渐变哈 你看 枯比的感觉呢 是不是也用的越来越多了 再一个呢 就是墨色的层次是不是也要淡很多 是吧 你看中间的这些留白 我们都给它留出来了 中间这一块 你看下面的岩石呢 它的结构线相对多一点 中间加一些结构线嘛 那这一次的结构线呢 我们稍微的给它放缓一些啊 就是啊 留白它面积比较宽 那这边窄宽 是不是 好 这是基本的一个岩石的造型 哈 我们大体给它塑造出来 把这一处啊 这一处岩石底部这层岩石呢 都画完了啊 我们都给它塑造完了 这个勾勒完了之后 一起来塑造 好 在这个边角哈 在这个边角 左下右上画大约多少呢 三个手指的一个高度 两到三指的一个宽 然后呢 逐渐接过来 好 这是我们的这层岩石的一个 这些岩石的一个塑造 大体的一个表现哈 接到这张底部 你看整体的墨色的一个渐变 是不是都有啊 好 这一块 这一块 现在这一层到这个部分啊 都画出来的同学 可以来敲个数字一哈 我看一下同学们的进度啊 顺便也等一下大家 好的 好 这块画完之后 然后呢 在这个上方啊 我们呢 再来加一层它的一些结构线啊 再来加一层结构线 再来加一层一层的 是不是 大约比它高啊 两到三个手指 两个多吧 从这块岩石 这块左下角 看到了吧 左下角 然后呢 中心点上面 往上 我们呢 再跟它画一层一层的岩石 然后这层画出来之后啊 在它的边角后方 是不是 再画一个比较窄一点的岩石的一个造型 稍微窄一点点 这块画的岩石呢 都比较整阔 那这块呢 相对它要细碎一些 好 我们逐渐往后面画的时候 同样要注意它的墨色层次哈 现在我们画最高的这块 比较高一点点的啊 在这个最高点呢 往上数大约三个手指 大约三个手指哈 其实就是它的最高点 然后这块岩石呢 画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宽一点点的 由上走下 中间的一个造型呢 它是一个凸起来的一个造型 是不是 中间要偏高一些 这个宽度呢 大约是四个手指的这么一个宽度 可以适当地给它 再跟它加一些结构线 在底部 因为这么宽一个岩石 如果都是板板正正平的的话 它看起来应该也不好看 对不对 在边角 你看这个这么宽的地方啊 我们跟它加一个也 墨色相对跟它有点的对比的 岩石 对吧 我们说相对的是整个前面的墨色 相对浓重 但是中间呢 可以略微出现一些比较 灵活的一些 跳跃的一些墨色 形成相互的一个对比 好 这是咱们呢 最前方的这处岩石的一个造型 勾勒出来了 现在咱们就开始来塑造它 对不对 这个我想同学们应该是对这个 匹马村已经是再熟悉不够了 对不对 现在对这个匹马村 还有问题的同学 来敲一个数字5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些问题呢 都给同学们解决了 那我们都是一种虚入 虚入实出 来勾勒 根据咱们的一个 岩石的一个轮廓线 来去塑造 来画这些村叉的一个线条 居然还有同学 在客户有没有看回方呢 好 现在就跟着老师一起来 今天咱们用到的还是短匹马 虚入实出 跟着咱们的一个结构线 用笔稍微的轻一些 就是我们说提起来一点点 对吧 然后入笔稍微的收 对不对 虚入实出 勾勒这些线条 在村叉的时候 用的墨色 比咱们的轮廓线 或者结构线 可以适当的淡一些 好 线条之间 可以适当的有一定的交叠 略微有一定的波折 都没问题 画出来有点乱 那你没掌握好 它的一个秩序感 你看逐渐 逐渐 咱们就把前后 你看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结构线的后方 我们来逐渐往 再往后面过渡去 过渡 这些地方 其实都是这样去画的 那这一块 其实最明显了 我们再来一起 在这个地方 先给大家画一画 你看从上往下 是不是虚物实出的 这么一个线条 是吧 都是一种线条 墨色的一种层次 那是逐渐 逐渐的相对比较重一些 对吧 它主要塑造的是 延时的一个底部 对不对 这个线条 你觉得还有什么难的 画起来淡比 你说没有什么难度 在画的时候 我们可以适当的 有一定的交叠 就是说有一定的交叉 对不对 当然这种交叉的线条 不用它看起来 特别的明显 顶部呢 我们入笔的地方 不要看起来起平了 都一样长的话 看起来是不是 也是挺不好看的 好 这点我想同学们 应该是可以理解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在边角两边 可以适当的出现一些 有一些对比性的墨色 如果都是一个 同一个墨色层次 画面看起来也比较平 对吧 我们之前给同学们 说过很多次 它就是在这种 对比当中去求变化 对变化当中 去求统一的 一块延时顶部偏阳 底部偏阴 那两侧为阴 中间也为阳 是不是 中间你看我们村叉的 是不是想少一些 要少一些 好 底部这些延时 我们再跟着结构线 来画 在画的时候 虽然我们画的是短拼 我们说也可以从下往上画 是不是也没问题 要有这些明显的一些线条 很多同学直接是擦出来 我看过同学们提到的作业里边 是擦出来的话 它没有这些线条 明确的线条 整个画面它就显得软 要有些劲道 有些明确的地方 上面面部亮部 颜色的顶部 我们适当地跟它留出一定的白 你看用到的墨色层次 基本上都很淡的 中间但是我们要 适当地给它出现一些 我们说这些跳跃性的 比较浓重一点的墨色层次在里边 因为都是一样的墨色 看起来肯定也不对头 不对头 好了 这块我们把它塑造出来 右侧这个小低矮的轮石 跟上面是一样的塑造 虚入实出 跟着结构线 大概让它缺分一个 阴阳相辈的一个关系 好 这是这一侧的 延时的一个塑造 还有旁边 这个你其实现在 基本上是不是都可以 自己都可以画出来了 现在是不是都不用说 跟着必须的 跟着老师的一个节奏 是不是你都知道 我该怎么去叠加 你看入别的地方 同样你如果看起来 现在比较齐平了 对吧 我们就给它破一破呀 给它破一破呀 对吧 我们先把这个石头 大概就给它 尊扎出来了 你看通过延时 这一侧的浓重 来衬托这一侧的 延时的一个顶部的量 都是一样的 这一侧延时的顶部 底部的一个浓重 来衬托它的顶部的一个量 相互的这种对比画面的 它才能 呈现出一定的这种视觉效果来 好 这一侧我们再继续再画 再画的时候 这个时候线条 就不一定要每一笔都画得那么的清晰 是吧 你看我们有时候 有点尖寸带差的感觉 你把笔扑下去 就是按下去了一些 然后在这个延时的结构线 从前往后去过渡 从这往这去过渡 好 大概的给它寸插了出来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逐渐 把这一侧延时都给它表现出来 现在这一侧的画的都比较详细 都画的比较详细 一会再通过咱们的胎点 再把这一处强调一下 然后其他地方在塑造的时候 就可以略掉一点点 我们说 降略的这么一种视觉效果 好 再来咱们的延时的底部的塑造 跟着它的一个结构线 对吧 虚肉实出 大概的给它塑造一下 中间可以适当的出现一些 比较浓重的墨色 我们这块还是画的挺慢的 对不对 好 底部可以适当的出现一些 我们说比较浓重的墨色 和前后形成一定的对比 当然这种对比 不要每处都是 这块我们让它强调明确一点点 对比大一点点 因为它比较大 旁边这些物体 我们就画的时候 墨色的对比就要弱一些 就要弱一些了 大概的塑造一下延时的底部 而且墨色的层次它也比较淡 相对嘛 相对来说 然后逐渐往后面走 再往后面走的时候 整个新笔就要变得更少了 不仅仅是淡了 你看就跟它加上个几笔就可以了 好 最后这块细小的延时 细小的延时 你们都画完了吗 画完的同学 可以来敲个数字一 敲个数字一 之前每次还没画完 换件同学 不都要给我敲个数字一吗 都说已经画完了 你们现在的进度如何呢 好的 好的 我们可以略微的等一等大家 其实这一块 你只要知道它怎么去塑造了 一个详略 一个主 这是为主 主要的地方肯定要详细嘛 那次要的地方就肯定要 略掉一点点 对不对 那就要虚一些 对不对 所以在画的时候 都是同样的一些道理 假如你画 多画一画 这些你们都是能够 自己去创作呀 或者说去临摹呀 都能把这些东西的照顾得到 适当的再冲完 冲完的地方呢 用比较干枯 比较淡的墨色 侧风 干枯 比较淡的墨色 侧风 沿着咱们之前 冲擦过的地方呢 现在给它擦一擦 现在擦一擦 让墨色稍微的融合一点点 没有干的同学 就可以先等一等 好 大概的 给它春擦一下 比较干枯 如果水分太大的话 这个画面就容易擦脏了 一会儿上颜色的话 就不太好看了 好 这是咱们最前方的 最前方的这处岩石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塑造 先画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要开始来画上面的这些岩石了 在画上面的岩石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先不给它画 不给它画 我们大体心中有个印象 它大概在哪儿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树干给它立出来之后 然后直接给它接上来 我们先从树烧 开始逐渐往地不画 我现在把镜头稍微退远一点点 我们来从这个上边部分 上半部分来开始画起 在画的时候 我们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姿态 是在我们的右上走下一个倾斜 但是中间它会凹凸起伏好几次 对不对 所以中间我们加了这些参考的线条 竖线 横线 对吧 那主要它起笔的地方 在位于咱们的这上半部分 这上半部分的一个中心点偏上 偏上大约多少呢 两到三个手指 这就是咱们入这个整个树干的一个最高的地方 这个松树最高的地方 大概的位置你定出来就行 可以跟我不一样的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给它出枝 这个树的出枝 咱们画的还是比较繁复的 那我们开始来画 右笔的地方可以位于整个画面的这个左侧部分 整个右侧部分 中间稍微的 中间稍微的靠左一点点 开始着手 有一定的角度 有一定的这个角度 而且有一定的这个粗细 现在是偏平的这么一个姿态 对吧 左下 右上 稍微有一定的波折 注意它整体有个粗细的一个变化 从下面画可以 如果你能把握的好 也没问题 但是我可能习惯了从上往下画 你只要跟着我这样相互的参考 很多同学觉得对这个位置的 这个大小 还有构图上面的 怎么去这个 怎么去把握呢 感觉不太容易 对吧 都是相互的一种参考和比较 你都能把它确定出来 还有一个同学问我一个问题 不知道你在不在听课 你关于落款的这个问题 稍微我现在还没想好怎么回答你 昨天我已经看到了 我会尽快回复你的 那在现在我画了大约是 两到三个手指这么一个宽度 然后右上角 我们来给它出一个支 然后我们再给它接下来 又注意同样要注意 它整体的一个粗细的一个变化 对不对 这个画竖子干的时候 跟之前画其他竖子的时候 是不是都差不了太多 差不了太多对吧 井戈画的都高了 大约三个手指的一个宽度了 好 我们现在推进 定好位置之后推进了 好 这一次画到这 然后往下面稍微接一点点 然后向右上角 我们再给它出一个支 这个支不用画的特别的长 好 从这一块 我们再来往下面画一下 然后再给它接过来 中间有一些波折 对不对 有一些相互的这种穿插的线条 这样的画章 我们整个书干 它画起来的时候 一会儿再穿插的时候 你就更加的明白 它到底是怎么去穿插的了 线条有些地方 我们可以拨着 有些地方可以适当的流畅 这块画了大概一个 颜料管的一个高度了 比颜料管要稍微的多一点点 对吧 然后给它接回来 注意整体的一个粗细变化 过度要自然一点点 不要差别太大了 因为同学在画的时候 那个树的粗细的变化 就稍微没有把握的太好 好的 好 这块我们给它大概的画出来 我们把整个树干给它画完了之后 再一起来统一的带同学们来穿 这是一个右上出的一个枝 它中间那些线条的穿插 你可以自己适当的去再给它叠加 勾勒出来都没问题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再向左上角 我们再来出一个枝 这个出枝的时候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给它接过去就可以了 比这个地方高一直多一点 然后这个角度你们看 这个角度现在其实比之前我们画的其他的树的角度要变大了 逐渐的变大了 中间你看有些地方 它就类似于像90度那种角 但是我们还没有画的特别的明显 好 下方我们来给它接回来 同样可以线条有些这个焦点 对吧 我们画可以稍微的慢一些 线条它有粗有细 这个时候的体验的转折可以拉大 体验转折就可以拉大一些 好 从右侧它可以出了一个枝 像这种反过来出枝 其实像我们说的黄山的一些怪松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同样要注意它的一个双钩的粗细的变化 好 我们大概的把整个树干的粗细 这个粗织的粗细跟它勾勒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边角上我们再来出枝 这个时候基本上到达了咱们的中心线了 对不对 很多的中心线 然后逐渐在画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要让这个线条更加的细一些了 更加的细一些了 而且出枝要注意它的一个姿态 这是它底部 我们出了一个小的枝 我们出了一个小的枝 方则之余 我们出的这些方 有些地方出的很方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中间出的一些线条 一些小枝 它有时候也会有些揉取的一些感觉 好 大概我们把这个树枝给它出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逐渐再往下面画 好 在越往下面画的时候 这种老树斑驳的这种线条 这种味道我们就要适当的给它表现表现了 就是用笔就可以多一些波折 多一些波折 好的 我已经看到同学们的这个建议了 没问题 好 中间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我们再给它加一个这个竖8 是不是 这个转折比较大 就像它以前这样涨了一个 涨了一个枝压出来 但是背好像折断了等等 是不是 这个就画 可以画的稍微的方折一点点 墨色可以相对浓重 相对的浓重 这块我们适当的墨色 要它突出一点点 好 右侧我们是不是要给它出一个枝 右侧 在这个横过来 差不多在横过的一个姿态 好 上面出一个小支 下面我们要出一个稍微的长一点点的 适当注意它的波折的一个自然 带一个就是它粗细的一个合适 就行了 好 给它接过来 再往下面画 同样要注意它的一个波折 用笔要显得更加的酷着 同样可以具有一定的线条的一个穿插和交叠 现在你把穿插和交叠这一块给它勾了出来 然后穿插和交叠的这个线条勾了出来 一会咱们穿插的时候 你可能更有印象一点 对吧 现在差不多在咱们的这个中心交叉的这个十字线这附近 我们要开始再来跟它勾了这个主要的一个枝 这个左侧出的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枝了 这个枝主要位于整个画面的这个左侧 大概中间中间偏再偏左一点点 大概是中心线靠上三个手指左右 那这个线条不要画得特别的直 要稍微的跟它蜿蜒曲折一些 大概把这个树盖给它勾了出来了 下面出一些点一些枯枝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到过 不管是这个松树 还包括包括咱们的白树吧 上面它都会容易出现一些枯枝 这种枯枝呢 往往可以用一些比较浓重的墨色 去给它勾了出来 好 我们再往下面来 这斑驳的这种树干呢 你看我们在勾了这线条的时候 它就不要画得特别的流畅 对吧 这些嫩枝 这些嫩枝 我们在画的时候 线条就可以跟它适当的流畅一些 像这些地方 我们都可以跟它比如说反过手来 比如说反手过来 给它加一些小的枝 这些地方 即便你可能有些同学 可能没掌握好这个度 它加起来看起来有点突兀 这个都不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一会加了松针之后 它会把这些枝干的给它覆盖掉一些 在这一侧 加一些这些枯枝过来 它把这个树的树干的一个姿态 再丰满一下 遮掩一下 看起来要合适一些 这块如果全是空白的话 它就显得太空了 好 这块画出来了 我们要开始画主干了 上面推一推 然后逐渐往下面画 接的时候 要接上整体这个段上的这个式 我们说笔端一连对吧 这块同样一样的 墨色稍微有点淡 我们略微可以调和一个比较重一点点的 这么大一颗树干 如果线条太弱 它是撑不住它的 撑不住这个树干的 然后右侧 我们再跟它接回来 这会儿要注意整体的一个粗细 整体的一个粗细 逐渐是相对要粗一些 但是整个树干 你要知道 它这个粗细变化不会特别的大 因为同学这个粗细 我说它就画的就太大了 树干树枝 它们是有很大差别的 好 我们再往右上角 右侧给它出一些质 拨折一下 从这个地方 和上下 胶底大概是三个手指的地方 然后往右侧出 我说过 包括这些粗细 你跟我画的不一样 都没问题 如果你在这儿来画 我跟着你画 我也可能画的跟你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没有必要 然后右侧我们来跟它出一些小枝出来 画好了是吗 每次都你最快 好 这一次我们出一些细小的枝 有长有短 其实你们在这个学梅花 就是你们在基础课里边 是不是都说过一些 我们说出枝取势 包括它的一些我们说的猪斧坡等等 在画的我们这些画面当中的时候 偶尔也可以用得上 当然我们在画的这些 略微跟你们这个梅兰竹菊里边讲的 一些表现的方法 它会有一点点的出入 但是大体还是可以相通的 是不是 接回来逐渐下来 这个数字是不是画的很繁复 接到咱们的下面的树干 这块你看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这个波折 有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波折 我们要跟它画一个树八在这 跟上面一样 画一个树八 好 我们再往下面来 这个树干呢 不要画的特别的直 不要画的特别的直 好 画到这儿我们就要跟它加这个树根了 这么大一棵树 那我们肯定要跟它加一些树根 尤其像松树的话 它的树根是非常的明显的 很多的这个画作当中 都会很刻意的去给它添加 去塑造它的这个树根的一个表达 这个树根你看它是向右侧倾斜的 那我们在左侧肯定要跟它加 多加一点点 稍微的长一些 稍微的 加一些这个树的一个根部的一个表现 还要抓在这个地面 它才能不倒 对不对 好 下面画的这些根系 你就跟着我们的这个大概的一个 我们的案例的一个情况 你给它加一加都没问题了 都画完了是吧 那看到我还慢了是吧 好 上面我们适当的给它加一些小的一些纹路 这个在组织咱们的这个根系的时候 也要注意到大家的一个疏密的一个关系 不能让整个画面看起来乱糟糟的这个底部的根系 你看它也是有宽窄长短的一些小变化的在里面 好 我们把这个根系大概给它画出来了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带同学们来一起春擦这个树干了 春擦这个树干 我们花了这么大的时间把这个树干给它画出来 希望同学们现在就跟我好好的一起来春擦一下 春擦跟刚刚画的是一样 我们先把这个几个树八给它表现出来 用比较浓重的墨色 根据它的外轮过线加一些这个浓重的墨在里面 食物虚处的加一下这个树八里面 像我们说凹军区或者说沉淀的一些黑东西脏脏的 撇断的一个树八 这两个这种转折比较大的地方都可以跟它这样加一加 好 加完之后我们开始来给它春擦它的表层 用咱们说的这个鱼鳞村对不对 鱼鳞村 这勾圈的形式对吧 现在我们勾了这墨色 它跟我们的边缘线差别没有特别大 但是逐渐勾了的时候 画的大约有一个制压盖的一个高度 勾的过程当中它逐渐会变淡 我们画的这种就是我们说的 它是一种错落交叠 并不局限于指画左边 也不局限于指画右边 它们有些叠加 包括咱们的这个树的一个树的一个枝干这些都要给它加上 整个画面它才能显得更加的饱满 好下面我们再来一些 在勾勾的时候不要整个画面看起来平均了 就是中间的留白是要先给它留出来一些 包括咱们的这个树干 有些地方可能画的不是特别明显的地方 你只要带上一些点 你刚说的也可以带上一张点的形式 稍慢点 这个村的时候 这个村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重复的过程 好你看这块有些地方没有干对吧 我们可以适当的带上一点浓墨 跟它这个春叉或者说点在里面 点在里面这些线条上面 你看有一定的墨色的一些 我们说这个破墨的一些效果在里面对吧 右侧的边角我们淡淡的跟它来上一些 左侧你看是我们塑造的更反冒的一些地方 右侧你看反而留出来一些稀疏的一些笔触 这就是我们在塑造这个树的表层的时候 同样要注意到它的这个 树密的这种关系在里面 树的根部可以适当的跟它擦一擦 春擦一下 就是看起来不要那么的光滑 全是白的 留白了 那个看起来是不是就太显得太单薄了 好好的跟着老师画 好那上面的这些小树 我们现在给它加上一些小的这个 小笔触来现在给它春擦一下 对吧 好逐渐往上面画 在逐渐往上面画的时候呢 你看墨色层次它是不是有个相对的一个渐变 来了就赶紧跟着老师画哈 可以画画局部也没问题 好 适当给它春擦一下 在转角这块 我们呢也要跟它加上一些春擦的笔触 再往上面走 好 边角这些小的这个树干上面 我们要适当给它加上这些笔触 给它大概的塑造一下 包括上方 你看有些笔触它画的并不是那么的规整 但是你看大体呈现的一根视觉效果还是很统一的 应该是墨色上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大体的一个视觉的一个形象 顶部的地方呢 我们也要跟它适当地融合融合啊 点上一些小的点点在上面都可以 这是咱们对这个树干的一个塑造 对不对 现在可以适当地给它擦一擦啊 你可以适当地擦一下 你可以适当地擦一下 然后呢 也可以在繁密的地方这些地方呢 加上一些比较浓重的模式 给它破一破 对不对 整个画面呢显得会更加的厚重 跟不上画局部啊 画咱们的这个树的局部也可以先听 如果材料不方便的话 给它适当地擦一下哈 你看始终要保持住一定的留白 如果整个树干你全都把它存擦过了哈 就是这个就显得太平了啊 好 这是对主干的一个表现哈 现在就要开始来画上面的叶子了 同学们 这个叶子的量啊很大 很大很大的叶子的量 所以呢 这个就是重复的一个内容 你即便一会儿啊 可能没有跟上老师的一个节奏呢 但是你在课后这个都能画得出来啊 因为你画出来是什么呢 是因为不熟练哈 我想同学们画肯定这个松针啊 我们在之前第五节课的时候都已经画到了 所以跟着老师来一起画就行了 画的时候呢 他首先我跟之前画是不是同一样的 要注意整个书冠的一个姿态 书冠的一个姿态要自然边缘不要齐平 里边的墨色要有一定的浓丹的变化就可以了 好吧 我们就一起来画 大概画多大 一个指甲盖 一个大拇指 你大拇指多大就画多大就行 我们就画这种扇形的种松针就可以了 对吧 单边 单片我们给它画出来 然后再逐渐去叠加 好上方我们再给它叠加一些啊 然后前方我们再给它加一些这个小的枝 小细致对不对 要注意它整体的一个书冠的关系 叶子的分布呢 不要平平的 不要齐平 它们可以有一定的交叠 对不对 你看这块我们就跟它画密集一点点 这个密集书冠跟咱们整个书冠的一个姿态 它不矛盾的哈 相互出镜的啊 然后我们先画的一层呢 墨色比较重的 然后边角一会儿我们可以加一些淡的啊 对它的姿态来进行一个丰富 好 到这个树梢这一块呢 我们逐渐再去叠加 在加的过程当中啊 你可以从树干的后方出来 也可以把树干的余定的遮挡都没问题 左右两侧啊 这个树干的左右两侧呢 适当的跟它加上一些 好 这一块我们再来 你们在课后呢 可以去联系一下 到时候我会给大家发的很多的课图哈 因为松针这个松树这个表达的可能是最多的 所以呢我们就给他多多做了一些课图 在跟他课后可以去联系一些名家的作品 比如说我们刚给大家看到的沈舟对吧 包括像红人他在很多的画作里边呢 他都画了很多的这个松针 松针松树啊 这个松树其实在名 历代名家作品里面呢都非常常见 我们可以说是像发像这个什么呢 像画烂了的东西一样啊 啊 松树是这些树木当中啊最为常见的啊 最为常见除了杂树以外 放大一点 这个还要放大吗 好 放大一点哈 好 在这个质干上面我们再继续来叠加 画的时候呢 手啊可以稍微的速度快一点点哈 你先跟着我画一个大体的一个体貌 课后呢 你把这个书冠再跟他丰满起来 丰满起来 你看我现在也没跟他区分墨色的层次啊 我就用了大笔啊 勾勒得更快一些啊 勾勒线条它也更长 跟着一个出汁的一个情况 我们逐渐去叠加就可以哈 一种品质型的叠加 注意整个书冠的一个姿态 让它看起来形象自然就可以了 对于这个形象和自然的把握呢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要看的越多啊 画的越多啊 你就对它的更有更有体会 有时候可能说起来这些东西呢 感觉可能老师觉得到这个东西很 应该是很很直观的一个东西 但是因为我们平常可能接触的少啊 所以呢 它会还是相对会有一些陌生的地方 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 好 这个书冠的右侧 我们也跟它相当的加一些 这样的话 加强了左右之间的一个联系 对不对 好 这一侧我们先画到这儿 然后逐渐再往下面走 你经过大量的练习之后 以后你们再画的这些作品的时候 你手就觉得这个东西并不难了 并不难 但是笔风呢 还是稍微的让它聚集一点 因为我这个笔呢 都是已经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都已经画凸了 对吧 所谓线条呢 它显得会没有你们画的那么的细 对吧 这个都无所谓 好 里边适当的有些地方 给它密集一点 它可以把咱们的书干 已经是一定的遮掩 不同的叶子匹配不同的树吗 你是在说松针的叶子吗 其实松针这个差别这么大 除非组合 就无非就是组合的方式嘛 好 我现在就要稍微的加速一点点了 加速一点点了 你们就可以跟上 直接把这个叶子来挨着来加的行 如果稍微有一些跟不上的地方 你用它靠后 再把它给补齐一点点 我现在就画了一个大概 就画了一个大概 一会儿我们再回头来加一 一起跟它加一些弹幕 加一些弹幕的层次 好 右侧的边缘 我们来跟它加些 水分同样要控制好 包括这个树的底部呢 我们也稍微加一点点 如果只有树的顶部上半部分呢 有的话它是容易显得呆板 容易显得这个单一 好 左侧 左侧这一块大的 我们整个树 你看它是我们稍微退远一点点 整个树呢 它是一个上右倾斜的 你看它是向右倾斜的 要怎么稳住它 就要靠我们的这个质押 靠它把整个画面的一个 这个这个什么呢 一个视觉的平衡呢 给它拉出来 所以这块 这一处这个树的叶子呢 我们是画的很多 对吧 所以你们在画的时候呢 也要抹住了劲 给它多加一点点 可能有同学 那个树已经倒了 对吧 就靠你这一侧画的多不多了 画的多的话 它就倒不了 你要画的少了 嗯 它站不稳 好 这一次我们再继续来加一加 左右两边呢 它可以有一定的联系的地方 好 我们再继续叠加 也在倒了是吗 把它拉回来 拉回来 把这次给它加的更丰满一点点 边角 你看 都已经快接近边角了 我们还得跟它加这个叶子 这个量肯定是很大的 肯定会有同学 这个叶子画不完 可以理解的 能跟上多少 画多少 底部跟着枝干的地方 我们也稍微再给它加一些 中间的这种空白 数字叉的中间的空白 你们要注意它们留的这个间距 不要它画的特别的 特别的这个空 现在我们画的都挺稀疏的 然后逐渐的给它加反冒 加反冒 因为现在水分 你看它比出水分比较大 如果再加的话 它容易阴在一块 这个时候我们说的书密 还有虚实 都要注意到 然后下方左下角 这一处的小的枝压 我们也要跟它加上 右侧的边角 是吧 大体的一个树冠的一个姿态 我们先给它画出来 然后逐渐去丰富和调整 一定要画的细细 你要画的 想要把它画的精细一点 看起来更有 我们说更精致 对不对 你就可以把线条画的更细一些 这不是说绝对 你看我们在画画的时候 我们在跟大家讲课的时候 我们有经常说 这个对 那个错 那个对 那个错吗 很少 我们的这种绝对的概念 往往都是很少的 很少的 绝对不能否认 但是相对的更多一些 更加的突出 它毕竟不是我们说的 像数学 数理逻辑的东西 那你也可以那样去理解它 好 又测好这个书馆 我们要跟它加上 你们要知道整体的一个重模 重模就要分布在哪些地方 比如说这两次 这三处 比较默默重一点 中间的烧带一点点 你多画画 你也能把这个送真书馆的一个姿态 给它画好看 一会咱们画完松树之后 我会留出时间 同学们再来加松针 要有时间 我还可以给大家暂时 就是给大家示范两张寇图稿 好 给大家一起画一画 底部给它再加一加 一些松针的表达 边缘同样要注意不要起屏 起屏的话就不太好看了 边缘这一侧 左右两边 我们为了加强整个画面的一种联系 你就要注意到整个书馆的一个姿态 局部的一些地方的表达 你也要考究到 好 我们大概是不是就把这个书冠 你看整颗书的一个书冠 大概就给画出来了 对吧 现在我们就要可以来调整的更精细 更加的形象一些 边角让它看起来更加的自然 好 一个是在家里面的墨色的一个层次感 书密的关系等等都要照顾到 边角我们要跟它适当的加一些弹幕 淡淡的有一些我们说浓淡叙实的变化 对吧 好 现在就开始了 好 这一侧 让这种淡漠的这个墨色的层次呢 它要在整个书冠的一个边缘的地方 它就形成了一种远近的一个感觉嘛 适当地加点点水 加点点水 好 这一侧边角 我们来跟它加一些淡淡的 加完了之后 你看我们笔出之间间隙是比较大的 里边一会儿呢 我们可以用弹幕 给它适当地染上一下 包括这一侧 里边 从这松树后方出来的墨色 你看都比较淡对吧 分叉了对吧 分叉了你就换一支笔 或者加点点水 让它整个看起来 更加的合适一点就行 好 边角 加上一些淡漠 你看为了加强画面那种墨色的对比 并不是说每次我们都要去加重多少 你看现在我们先加重膜 然后再加淡漠 它的视觉效果是不是同样也能出来呢 对吧 这都是一些方法 然后边角 然后边角我们都跟它加上一些淡漠 新笔一定要快 确实有时候你快一点点它能让你的笔干净的利落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慢 因为对这个笔用起来可能还不是特别熟练的话 你可能 这个就会让线条显得更加软 这也是可以让它快一点点 快一点点 在书冠的边缘 书冠的边缘 以及中间有些空留的比较大的地方都可以加一些淡漠 我们整个书冠呢 我们整个书冠呢就大概的画的差不了太多了哈 再把顶部呢给它加加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给它画后面的这个白树了白树 今天这个呢可能同学们手都软了对吧 稍微的这个忍耐一下哈 为了以后你们自己的一个画面的表达啊 现在呢我们要先把这些苦功夫呢给它练一练啊 即便是这样的练习呢 我们在课后啊也要还是要不断去巩固啊 因为我们说三天不练了手就容易伸了啊 要多画一画 好 我们再往这个树的一个边缘上啊 树烧的地方啊 给它加一些啊 再加一些 即便在它们叠加的地方啊 都可以给它加一些 这样的话主要是体现出墨色的层次感来啊 层次感 要有浓有淡嘛 好了你们都加完了是吗 每次换电都特别快哈 好你们都画完了吧 画完了我们要开始来画这个白树啊 肯定很多同学都没画完 我们呢就要加白树了哈 加这个白树的时候 我们先把石头的一个底部啊 这个树干的底部 我们给它加出来 现在这个石头这个树啊还是着在空中的对不对 那先把它旁边的这树的 石头的一个轮廓给它表现出来 好 左下右上啊 左上右下啊 左上右下 在咱们的横着的这个中轴线啊 然后往下 大约一个手 一个手掌或者四个手指 你看得来吗 大概的一个比例啊 然后呢给它勾了一个轮廓下来 然后呢稍微的断断续续几下 把整个树干的让它长到这个地面上 稍微墨色淡一些哈 比较枯浊 你看勾的这些线条呢 它是很柔韧的哈 这是一种土质的一种山石 好在这些我们的画的一些树根的根部的地方 我们也跟它随便的加一些结构线啊 包括前方来一个比较明显一点点的啊 这样的话 是不是感觉我们的树它就着落了啊 就着落在咱们的这个地面上了 好跟着咱们的结构线呢 在这些线条后方适当的给它吞插一下 同样用咱们的这种线条啊 吞插度呢 适当的注意 不要太重啊 而且呢 线条不要让它看起来平行 对吧 有些角度上的一些小变化 树的根部我们之前说过 可以它镂空的地方 比如这种根部的地方啊 现在能用一些比较浓重的墨色啊 给它点下去啊 适当的加不用每个地方都加 画的越来越不像了 谁还没有出过这样的问题都有啊 好咱们的这个树盖是不是大概就给它表现出来了 还有咱们的这个地面啊 上面的这些细节呢先不画 我们先带大家一起来画上面的这棵白树啊 白树这个缠生的白树 那同样我们可以从树梢开始画起哈 从上面往下面画起 它的姿态呢 要比咱们的这个松树呢 要高一些啊 要高一点点 然后整个是靠左边啊 在画的时候呢 你可以让这个树松松树的这个墨色层次呢 不要太重啊 可以不让它太重 毕竟已经咱们把这个松这个松树的叶子 已经画得很重了 对吧 你即便后面画得重的话 它也跟它对比 也要对比的出来 好 从整个纸张的顶部往下数一定的距离 三到四个手指就可以啊 边缘呢 留到两到三个手指的一个间距啊 然后它是一种弯曲的一种状态 对吧 我们说它这种缠绕这种柔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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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种感觉 推进一点吧 树叶没画完的同学 先不要画了哈 先跟着我一起来画咱们的这个呃 这个白树啊 画这个白树 好 在画的时候呢 中间枯屋笔是不是 这种柔柔的线条 我给它带出来 然后从右侧给它接回来 接回来呢 这一侧有出一个枝对不对 这种白树上面我们要接很多枯枝的啊 缠绕的线你要给它接出来 看一下石头是吗 待会给你看吧 先把这个 你先跟着我一起来画树 石头 我想我不给你看 你一会儿应该也能把它给画得出来了 是不是 你大体勾勒一下大体的一个造型的特点吗 起风了的状态叶子吗 maybe有可能哈 然后左侧我们来跟它画一个 画一个这个转折弧度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姿态 对吧 接过来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松树的变化的姿态啊 更加的丰富哈 有点浓啊 不是说每一笔都要一定淡啊 可以适当的出现一点淡浓墨 好从上再往下面去接啊 逐渐逐渐 你看这种缠绕的感觉是不是又出来了 逐渐让这些线条相互的交叠 交叠到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要跟它出一个枝 出一个枝 它们的角度你看它出的这个枝的角度 跟它们的这个松树的 它就稍微差别就比较大了 对吧 出枝的时候墨色可以相对浓重 相对浓重 好再往下面来啊 接上 左上角啊 这个转折过来左侧 我们也跟它出一个 好现在我们要画一些比较 长一点的这个线条啊 前面这种结构转折细去细米 那我们再往下面画的过程当中呢 就让它再更加的流畅一些啊 但是要注意它给我们的这个叶子 前面叶子衔接啊 要衔接要自然 就是要注意一定的留白 虚接啊 好这上面你看我们画的这个线条 它缠绕的感觉还不是特别的明显 那逐渐往下面画的时候啊 我们就让它再明显一点点啊 好我们再跟它接回来 然后一层一层的这样环抱啊 要注意它跟这个松树之间有一定的这个间隔啊 有一定的间隔 从上往下再给它接上啊 再给它接上啊 然后底部 整体的这种流畅感啊 这种顺畅感啊 你看还是很明显画的很 线条画的比较流畅 自然 那边角 我们再跟它加些 略微出现比较浓重的墨色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一些干枯的 纸张底部 你看我们画的这些线条 它不会特别的明显了 对不对 有一些 直接是并拢的一些 铺上去的笔触 给它擦出来的感觉一样 我用每一处的这个线条呢 都特别的明显 然后再往下面来接上啊 底部可以适当的出现一些浓重的墨色 适当的出现 这样的话它画面有了一定的对比 看起来更加的生动一些 好 这是咱们的这个大的主干的 一个大体的一个表达 上面的地方也可以现在给它擦一下 一定要尖在枯笔 然后这样缠绕的一个感觉 你们再画出来了吗 画出来的同学可以来敲个书记 我们边画边等一下大家 我把它推远一点点 推远看一下整体的一个视觉 大体应该是能看得比较清楚的对吧 像这些地方我们让它稍微再隐约下去一点 不用画的这么的明显 细碎的笔触如果太明显的话 它就容易画面就显得碎了 好 树干是不是大概我们都给它画出来了 画出来之后 我们就再来点上面的这个叶子了 我们可以用胡椒点 直接用胡椒点先点这个蛋默 然后再用浓墨 然后给它区分它的层次 它的树干的边缘看起来没有那么的起屏 但是你尽可能的去观察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跟着咱们的一个出支的情况 边讲的不要起屏了 是吧 就是一种胡椒点 在点的时候你看这些点 它也不是那么的规规整整 就是一个点 有些笔触你看我们点的哭哭的感觉 好点的时候 先把这个树干的一个姿态 跟它画出来 画自然边缴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加里面的一些层次 再去调整它的一个书面的关系 好吧 右侧这儿刚刚我们画漏了 还有一个字 一会儿画到这儿的时候再给它加上 让两棵树之间 它有一定的我们说衔接 衔接一下 放大一点是吧 好的 好 在这一侧 书冠的边缘 我们来给它点上一些点点 左右两边它有一个 我们说相对的一个多少的一个关系 对吧 不要点的一样多了 边角同样不要弃屏 我们先点一个墨色层次和书冠的造型 给它画出来 对吧 一会儿再来区分它的一些小细节 底部 我们也跟它书冠的从后方过来的一样 好画到这儿 我们现在要跟它加一个这个树枝出来 对不对 出枝 从它这些缠绕的地方 加一个就很容易 绕着绕着就出一个枝了 绕着绕着就出一个枝 好 下面我们再继续来叠加 其实在历史上 画白树 这种就是画这种白树的表达 相对要比松树要少一些 但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南宋的一个大画家 叫梁凯同样 他也是公平画家 是这种我们说的这个简笔人物画的一个开创者 后面我们在这个后面的课程当中 林某的时候还会给同学们介绍到它 它有一幅代表作品 里面就是我们画的这个松树 画的这个白树 我把它画在咱们的课图稿上面了 一会你们会看到 把整个树冠顶部也给它画的丰富起来 这会你看得很清楚了对吧 这个时候就是点了 这个时候点我们同样跟它出一些比较浓重的枝 在上面出一些这个枝就可以细细 这个长这个全是枯枝的感觉在上面就行 适当的出一些 跟它的这个墨色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吧 你又画好了 画好了赶紧调整调整 好 我们大概的这个点的这个勾了它的一个枝干出来之后 然后同样继续去点 点的时候我们就用的这个胡椒点 你如果有精力的话你就去给它加这个 我们说的梅花瓣的这种姿态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有细节 对不对 好 我们把这个树冠的姿态给它表现出来了 现在我们要跟它加一些重模 跟它形成一定的对比 对比 在这个树的这个出枝的附近 我们往往加的这个重模相对要多一些 远一点的地方 就适当的散步一点点就可以了 浓墨相对要比较少 再一个它是毕竟在位于后方 对不对 前后两棵树它有一个主次的一个关系 有些我们可以再点的这一处 这一处的边缘 所以我给它适当的加上一点点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浓墨 边缴的这些枝干 有的时候可以露出来了一点点 同样边缘不要让它看起来起平了 加一些重模 加一些重模在里面跟它区分一下 相互的对比一下 重模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而且也不要让它阴的太厉害 还一块是都是在远景嘛 不着急 好这一侧下方我们要跟它加一点点浓墨在那边 好的 我们大概这块就点到这里了 然后这一侧适当的跟大家来一下一点点 好你们这一块是这个树叶画出来没有啊 可能都同学都疯了 这么多叶子 今天这个手都酸了 耐心一点点 耐心一点点 即便我们说了在课上你没有画完 课后你也可以把它给加出来 对不对 然后加一加加一加 就现在给它加上 树干与这个 两侧之间呢 我们也适当的跟它过渡一下 好了 我们推远一点 看一下整理的一个视觉效果哈 对吧 对吧 白树的它的叶子本来就是这种特别小的这种颗粒感 对不对 比较小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点的这些笔触啊 就不用让它特别的明显了 好吧 然后下面的这些墨色 我们都画的差不了太多 现在我们呢 开始来塑造岩石的底部了 上面叶子呢 画完之后 石头上面我们勾完了 冲完了擦完了 然后是不是要点胎点了 加上一些比较浓重的胎点 来丰富画面的一种这种书密的一种关系 书密的关系 然后再延时前方 延时前方 我们在这个结构啊 比较繁密 转接的地方 是能加上一些胎点 加的胎点呢 可以有大有小哈 这个呢 我想同学们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对不对 这一处可以适当的多一些 一个是它靠前 再一个呢 它作为主要的一处石头 再推进一点吧 如果你这处石头画的挺丰富了 你不想加颜色 也没关系 好 边角我们再来 好 这把后面画的时候就是咱们的树的根部啊 我们说树的根部呢 往往上面呢 一些杂草啊 植被啊相对比较多 我们呢都可以给它多点 适当的多一点点 对不对 好前面这处岩石上方 这一侧的点的时候 你看这一处你看点的很丰富了 对不对 还有这个树的根部 那其他地方呢就要相对的少一些 都是在前后交叠啊 就是前后岩石相互遮叠对不对 还有边角啊 略微的转转角的地方啊 来上几个胎点就行了啊 这样的话画面它既有了对比 书面关系也照顾到了 这个白树的根部呢 也要适当的来上几个胎点 胎点呢在点的时候 从前往后呢 它也可以适当的 有点的墨色的一个间变 对不对 包括上面这块岩石 花了这么久了 你看是不是一张比较 我们说比较丰富的一张画面 大概就完成了啊 这张画呢 你就可以送给你家里的老人啊 包括靠马上高 马上高考的同学啊都可以啊 四季长青啊 好下面点的胎点 我们大概就点完了 我大概点完了 你自己跟着只要知道在哪点啊 你在哪点出来就行 点的胎点不要太小啊 不要太小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画上面的小的枝根 一些小的枝条 有一定的高度啊 大概画一个 原来管一个高度 对不对 画一个 就可以挨着咱们的这个白树一点点 为了让我们这个画面看得更加的丰富 然后加一些小的枝干在上面 好了 然后再来加 好高低的错落啊 然后呢 我们也把这种小的长长短短的这种感觉 是吧 要注意到它的节奏嘛 也跟它表现出来 上面适当的跟它擦一擦 准擦一下 好 这一侧呢 也适当的来上几颗啊 又好了是吗 好的啊 好 这次画完 我们就开始来画原初的这块延时啊 这处延时 虽然咱们今天这段画呢 可能看起来内容不是很多啊 其实工作量也蛮大的 但是你们应该都清楚 画起来并不会特别难 对吧 这点应该是有目共睹的 难的地方就是量大啊 可能对这个松树的上面叶子呢 画起来不是特别熟练 还有包括咱们的树 白树呢 第一次画 对吧 课后都可以适当的再做一定的练习啊 干枯的笔数 可以把之前咱们春擦过的这些 有些地方看起来太明显了 可以适当的擦一下啊 我们来画最远出这块延时咯 再画这块延时咯 这块延时 其实勾起来春擦起来都比较简略啊 都比较简略 大概位于这棵树的 这个下面的这个枝压的这个位置哈 不管你画在哪儿 你就以这个位置的参考 至少在整个延时的底部吧 整个画面的底部 对吧 大概的一个延时造型 右上走下 这样倾斜 这样倾斜的一个姿态 大概宽呢 四个手指 大概嘛 然后它分个两层 然后呢 下面塑造下来 对吧 从它的后方 接过来 好 这就是这层延时的一个高度 中间呢 它们留出一定的间距来 我们说大小间搭 还有一颗细小的一个延时 细小的小的轮时 层层交叠 对不对 给它大概的勾了出来就行 这个延时如果觉得你的画面够了 你就可以不讲 可以不讲 你的画面如果这块显得 就是不要让它显得太空 对吧 右下角 我们再给它加一些小的短线 那边角呢 我们加一块细碎的小延时 细碎的小延时 你画低了 那这块你肯定就不用画了 因为你这个画面肯定这块就已经补充了 对不对 我们加这块延时呢 是为了让这个画面看起来不太空 不要显得太空了 好 从它这个中心线 横着中心线上方再往下再来上几笔 来上几笔 勾勒一下这个远上的一个轮廓 对不对 边角横着 我们再跟它加一块细小的里面 轮时 就勾勒出来了对吧 然后适当的给它穿插一下延时的地步 同样虚入实出 我们远处延时呢 塑造都很简略 不用画特别的多 大概的给它塑造一下就行 而且墨色层次呢 你看都整体都比较偏淡 对不对 好 从下往上 从上往下都没问题 只要你看你手哪边熟练 延时这样低矮的小卵石擦一下 区分一个阴阳相比关系就可以了 好 上方 在延时焦点的地方做一点的区分 画一些线条 好 适当的给它擦一下 好了 远向你们勾勒出来了吗 勾勒出来了吗 适当的勾存插几下 这个书感 这个远 远身呢 它的厚重感就有了 上面适当的给它加一些胎点 略微的加一些胎点 不用太多 也不用太明显 好 我们在这个石头顶部加一些就可以了 包括这些小的地儿的小石头上面 其他都不用去加了 然后用咱们的这种比较淡末 比较淡 比较干的末色 在石头的底部 加一些这种横着的线条 让我们的延时感觉有个着落 末色要淡 一定要淡一些 跟之前我们的表现的这个方法 是不是都一样的 好 同样有些地方可以适当的给它擦一擦 适当的擦一擦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画面 需要用墨色表达的地方 就先画到这里了 现在如果想上颜色的同学 画完了的同学 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染一染 没有画完的同学 你就继续加你的叶子 然后再把这个石头 给它画的更充分一点就可以了 好吧 现在拿出咱们的一个碟子来 先用咱们的褶石这个颜色 跟之前的方法是一样的 这个染色的方法可能染久了 同学们可能是 有同学说神秘疲劳了 对吧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好 适当的加点 加点褶石 调和褶石 调和开 然后加水 稍微的让它淡一些 加点水 然后加一点点墨色 微微的加点墨色 你看 让这个颜色 让褶石更沉默一点点 之前我们一直都没让同学们加过这个墨色 对吧 因为就怕同学们画不好 现在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点 一点点的去控制 你看一下我在碟子里面的这个褶石的一个层次 对不对 我们用这个淡淡的褶石 先把这个树干 先把这个树干给它染出来 包括咱们的一个树根 我们今天先把树给它染了 染的时候 同样可以有时候 带一点点飞白在里面 都没问题 好了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上面走 你看如果全是用褶石来染的话 它画面显得多少会有点燥 但是我们加了一点褶石 这个墨色在里面之后 它画面就显得要 要这个是沉默一些 好 然后我们再给它把树干加起 染起来 包括树烧 这个染色就比较快了 对吧 就是一种平图 平图的方法 好 好 再加点水 再加点水 让比例的水分更大一点 然后把咱们的远处的白树 也可以扫上一点点 扫上几笔就行 包括顶部 包括顶部 好了 我们把这个树干 是不是都给它染完了 这个你不用看 你应该也能把它染出来 好 现在我们就用我们的这个褶石 这个淡淡的褶石色 然后呢 来染在岩石的一个底部 来塑造前面的前方的岩石了 同样是在咱们春擦过的地方 水分要注意了 注意去拿捏一下 都是我们春擦过的地方 用笔可以稍快一些 这样的话 颜色呢 一会我们再让它染的结合的时候呢 它会融合的更好 因为还没干嘛 如果太慢 它就容易 有一个小的痕迹在那 好 远处的这个石头 远处的石头的缝隙 同样用咱们的这个 褶石 好 先把先把这个进出 咱们进出的这处岩石呢 先用我们的褶石色 先给它染出来 染出来之后 我们呢 再用我们的花青 对吧 用花青色 然后你可以换一支笔 换一支笔 我们在染色的时候都这样跟大家说的 你可以换一支笔 或者说自己把笔洗干净 然后来微微的去调和开你的这个花青色 先调的很淡 然后呢 先给它这个去做一个调和融合 然后你再去给它区分它的一个颜色的浓淡虚实 因为在画工笔画的时候 有同学在画工笔吗 你画了工笔之后 然后呢 你这个对颜色 它这种层次感 以及这些细微 我们说的微妙的一些小变化呢 会有更深刻的一些感受 有没有画工笔画的呀 有的话可以来敲个数字一哈 可能还有同学喜欢弹卡是吧 都可以 好 适当地给它加一点点 逐渐往后面走 颜色你看是不是就又淡了 又淡了 还真有是吧 好 旁边这些没塑造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大量的可以给它留白 留白 然后其他就是用淡淡的这个花青色 跟我们之前的这个指示呢 进行一定的交融就可以了 对不对 后面染这些颜色的时候都挺方便了 用侧风横扫尖村在插的一个感觉 去塑造 去染这个色就没问题 包括你这个 我们画的这个白树上面 你可以用花青色 轻轻的跟它扫上几笔这个颜色 在咱们的这诗里面 扫上几笔 跟不上了是吧 这个染色你肯定跟不上 染色 这个 你只要知道方法 之前给同学们说过 你就能把它给画出来 好 是咱们前方岩石 这块还没有跟它加前后的浓淡叙实的 对吧 我们现在可以适当地给它加一加了 比较浓重的花青色染在岩石的一个顶部 前面有一些石头的顶部也稍微的给它带上一些比较重一点的颜色 稍微的让它明显一点点 好 这是前方前方这处岩石 我们先展到这 然后画一下远处了 石头是不是忘记擦了 之前是擦过了 已经擦过了 我们穿完了之后就擦了 是不是 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先看一看 很辛苦 我理解 理解 好 岩石的底部 我们再用这个浙石色 但是能跟它扫上一点点 然后加一些花青 适当地跟它中和 很淡很淡的 我们不仅在墨色层次上面 颜色层次同样注意到了 对不对 你们染出来了吗 你看我染的是不是就很快就把它染出来了 慢一点 无所谓 你肯定有同学没有跟上这个可以理解的 在课上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的老师就建议同学们在直播课的时候 像我们的正式课 你就尽量多听 听完了之后再去动手 试学课的话 你毕竟挣了点时间 本来那个案例也不会太难 大家可以跟着直接画就没问题 像这个正式课 毕竟一个是我们的 你先听 尤其是技法解析那部分 你要仔细的听 听完了之后课程的案例呢 你课上能跟着画多少画多少 好 现在我们用这个花青色 花青色淡一些的花青色染在咱们的这个石头缝 这个叶子里边 叶子里边 想要这个叶片呢 看起来更加厚重的同学 你可以先染一遍 淡淡的这个墨色 然后呢 再去染咱们的这个花青 这个度一定要拿捏好 把这边左右两边都跟它染上 添加起来 水分一定要控制好 现在你看这样成片的这种 直接横扫 直接横扫 就没问题 然后边角的地方呢 用笔呢 稍微轻一点 跳跃一点点 好 我们先把这一次先给它染上哈 你们抓紧时间染哦 没有染完同学也不着急哈 不着急 一会儿 咱们带同学们来画一点点 一些小树 对不对 然后加上一些花青色在这个叶片 叶片里边 好 好 我们把整个树冠呢 大概就跟它染出来了啊 然后你想要比如说强调的地方 对不对 像这些地方 我们呢 可以里边呢 再跟它适当的再加重一点点颜色哈 加重一点点 花青对不对 你们都长出来了吗 就听着了是吧 好 我现在给大家倒过来 你们看一下整体这个视觉效果哈 即便我们画画到这里啊 它的细节啊 都可以再继续刻画 可以让它整个书 整个画面再厚重再丰富 咱们的这个叶片的层次啊 以及树冠的姿态啊 包括树干的都可以再去叠加啊 包括上面你可以有些地方 必要的地方你可以加些胎点 让整个画面的显得更加的丰富 是不是啊 比如说你看我加上几个胎点 在咱们的书干上面 边角啊 像沈舟啊 沈舟我们说的 民司 民司家的沈舟 我们经常反复的说到 他就经常喜欢在这个书上面 点上一些胎点啊 所以他的一个书名关系 不要点上一排啊 不要点上一排 后山 图坡怎么染 图坡怎么染 都是一样啊 这是染底部 然后啊 用这个花青染顶部 只不过他一个 你看一个浓淡的区分 对不对啊 好给大家倒过来哈 看一下整体的视觉效果 然后呢 我带同学们呢 再来画一颗咱们的这个树 稍等一下啊 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完整的一个面貌 好了 大体是这样 然后我再推 能再推远吗 看看 哎呦 怎么推进了 好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了哈 同学们 啊 大体可以看一下 落款就在右上角啊 就在右上角 这儿落就显 落的是穷款 因为有个同学问我 他说这个气孔 其实这个呢 可能不同的画家 对这个称谋不一样啊 树的叶子怎么染 这个松针呢 都是用的花青色 单单的花青色 直接是渲染的啊 远山啊 远山这个就跟之前是一样的啊 我们再把它加出来就没问题 白树叶子没有加颜色啊 白树叶子没加 白树本来就以黑白的表现是最合适的 不用加颜色吧 我们很多时候加颜色是考虑到同学 我们学们的一个感受 其实很多的时候画水模 纯水模 不加颜色 当然花青色啊 在这个树的上方啊 画一个大概的一个山包啊 一个形态出来 然后呢 顶部啊 适当的出现一点点 颜色稍微重一点的 对不对 包括这个树的后方 对吧 下面隐约一点点啊 隐约约的啊 这样下来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原生了 这画起来还是蛮容易的 好这个呢 我就给大家再放一遍啊 看一遍啊 我数五下 你们一需要截屏的就截屏啊 然后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画一张啊 五四三二一啊 咱们就要开始来画这个小树了哈 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课图 我现在给同学们一一的来看一下 首先刚刚已经给大家看过的这个白树了哈 你们选吧 你们说画一棵白树还是画一棵松树啊 这是咱们的这个白树 然后呢松树我给同学们再拿出来 松树有刚刚给大家已经看过的这个 这些呢相对比较完整啊 还有就是这个了啊 这些都是你们在课后啊 可以自己去练习一下啊 还有这还有一些细细细细细细的一些小树哈 这种呢就是比较画面的不是作为主要的呈现了 还包括你们的这些粗织啊 这些书干的一个粗织啊 画白树是吧 因为松树多少都已经见过老师画过了对吧 还有这里给他画了一个大家伙 这个呢就是梁凯的那张画 叫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哈 大概的画了一下他的这个白树的一个表达 然后呢这是在王生的他的那个江春 江春图好像是上面呢 林的一些松树的一个表达啊 你们可以自己去瞧一瞧啊 好那我现在呢就带同学们同学们说白树是吧 都画群里边都画群里边啊 发这课是吗 需要这课是不是啊 好带同学们一起来画一画啊 就把这一课啊 我刚好有个卡片子啊 奢侈一把奢侈一把 然后拿出咱们的这个墨碟来啊 实际上大家倒一点墨 我今天倒的墨可真合适啊 刚好用完 一上两滴 都喜欢白树是吗 有事的自己先忙去啊 回头可以看回放 我这个也记录到回放里边 然后我们一起来画画这个白树的表达啊 同样我们先把它的枝盖给它表现出来啊 这个树呢可能稍微比较复杂 一会我们可能不会画的特别的完整啊 来尽量完整一些吧 画从这个树梢开始画起啊 你现在可以不用不用画 你先听 你先听跟着老师先看老师是怎么画的啊 比例的墨色相对饱和一点点啊 然后左右两边我们给它伸发一些小枝啊 从右上角过去 这个树呢它是比较古着的 这种苍着的老树 然后我们从下方啊跟它加一些枝盖 在加的时候呢你可以带上一些非白啊 加一些非白 然后把整个树干的一种囚禁感 苍着感啊 其实画树这是我们一般大多数树 都喜欢追求的一种 一种视觉感受 微微的调和一下咱们的墨色啊 向右上角 然后我们来出一个枝 同样是双勾出来的吧 然后呢上面我们再跟它出一些小的枝啊 注意这个相互的这种穿插和焦点 不用画你就先听哈 先听就行了 这些话你画起来是有点点累 因为它毕竟造型啊 用笔用墨呀 它要稍微的灵活一点点哈 好 然后逐渐这样再撅过来哈 它造型你看是非常的这个奇特 如果我们的案例都这样设置的话 同学们可能画的啊 哪吒 这是说 说罪了是不是 所以我会做的课图稿上面啊 有些同学呢 可能想要接触的更加的深入一些了 了解一些更加这个 我们说一些更古着的一些东西呢 你就可以多去了解一下 好吧 先把这个树盖给它表现出来 其实画这个树是 是你多画一画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树还是比较好画的啊 再一个呢 树就是它有些姿态上的变化 你像画石头 你说我做扣图的话 我能给你做 是吧 用那个画多少 多么精湛 多么漂亮 多么好看的石头呢 对吧 因为树的话 它的姿态呀 各异啊 石头的话就是大同小异啊 好你们在什么了 静静在看着吧 看就行了啊 那走下节啊 我们出支 这会儿呢就是老师呢 给他单独的这个示范几颗小树哈 好这些呢我就不用多说了哈 就是简单的给大家画一画 嗯 大概我们把树干给他画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春擦了 你看我这个用笔用墨的时候啊 他在里面的笔墨有些时候 他也阴的很厉害 对不对啊 其实啊也不影响咱们整体画面的一个效果 也只要整体能够控制得住啊 这阴一点 同样也有他一点的趣味性 好这块根部的地方啊 说的干部这一块啊 他有很多的一些小细节啊 我们先给他勾 大概的刻画一下 那从后方啊 先搭过来 好然后前方我们来跟他加一些这个 里面的一些小细节啊对不对啊 这双树啊就是相互都错了生发的 哎呀 这是里面的斑斑勃勃的 全是内容啊 就像就像这个我们呢 脸上年年大一点之后 脸上就容易出现一些小褶巴是吧 一笑脸上褶巴就出来了 就是像这个树一样啊 这就是岁月给你刻上的一些烙印啊 好 好里面呢有一些不同不同方向的一些纹路啊 我们给他加出来 有的时候我们在勾的时候边勾边村啊 好边角注意他的一些勾勒的一些树根啊 好上面我们要再跟他加一些小的一些纹 纹路的一个春叉啊 好边角呢给他擦一擦 好这个根部你看大概的一个塑造先画到这儿上面呢可以再加一些层次啊 给他塑造塑造啊 这个树干啊我们现在呢就是来给他春叉是不是 让他看起来更加的丰富厚重 对不对啊 你看有一定的墨色层次的一个区分看起来又更加的丰富 然后前方啊 适当的给他擦一擦啊 苍茫的感觉 不仅要勾还要擦 这个时候呢用笔呢我们就显得比较灵活了啊 显得比较灵活 好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树干的一个塑造啊 塑造到这里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来点上面的叶子了啊 被催眠了 看来大家都比较累了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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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那现在我来开始画这个叶子啊 画这个叶子就是注意整个树干的一个姿态 注意这个姿态之后 然后我们开始来点这个叶子了 也到这一侧你看还有一些 他的一个左右的这种穿枝对不对 给它夹出来嘛 好大概把这个树干给它定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来开始加这个叶子 这个时候就是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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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了啊 要点的很多啊 点的很多 注意整个树干的一个姿态啊 你可以拿两只毛笔同时一起点 好我们把这个树干给它画完啊 把这个树给它画完之后 我们今天这几个就到这里了啊 我肯定同学都很累了 我清楚因为咱们 毕竟两个 两个小时的学习 同学们可能都比较辛苦是吧 平常可能还要上班 这个可以理解的哈 课后呢一会就早点休息 白天呢记得提交咱们的作业 对不对啊 现在给它把树干给它点出来 好我们加把油给它点的稍微的快一些 好把咱们的树干呢 它也可以有点的遮掩 对不对啊 你看这个时候笔呢就慢慢的变干啊 出现这种酷浊的笔触 同样也可以跟它点在上面啊 这样点的话它要快一点 像插出来的 好 然后我们大概把这一侧也给它加上 好上面呢 我们可以加一些浓重的墨色在上面了 对不对啊 大家要注意整个书冠的姿态哈 下面我们点的还是比较潦草 现在可以跟它丰富起来 丰富起来 我不着急 我们把这个树的叶子跟它点完 好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说的这种笔墨的感觉了哈 笔墨的感觉 要给它塑造的更加惊喜 你就自己呢就慢慢的给它点出来啊 慢慢的点 这样成片的点完了之后 你肯定也要需要一些这些细碎的小笔触啊 小笔触呢去修饰 让整个画面看起来它要精致一点 如果全是特别酷的一些笔触没有细节啊 在替你们着急吗 不着急啊 不着急 慢一点慢点慢点 因为过了9点你们肯定这个进出直播间都不太方便了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树怪给它表现的完整一些 众墨也给它加出来 整个画面就显得更加的丰富了 课图稿肯定都是全部发给大家的 这个就是专门为你们做的 肯定得发给你们 不发给你们 留着干嘛 课后啊 多加的练习 其实这个呢 这些白树啊 可以画很多漂亮的姿态 课后你们自己在生活当中也要学会去观察 去拍一些啊 咱们平常可能看到比较像颐和园啊 像颐和园 像天坛啊 公园里面呢都非常的多 这些呃 成千上百年的这些白树啊 包括昨天晚上 前天晚上给大家提到的这个龙泉寺 对吧 还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法海寺里面呢 都有好几百年以上的这个 这种这种白树啊 百树就真的是 他有一种我们说的寓意这种长树的这种寓意在里面 因为他本来这种树呢 他们的寿命好像也比较长 对吧 那给他点上 上面点上一些比较细密一点的啊 你看这种精细的树 你看我们画起来 一棵树你看都要画好长长时间 对吧 你们自己在画的时候 同样也可以稍微的慢一点点啊 因为像这种点叶子的话 说实在的啊 我我我能点你们肯定也能点啊 这个没有没有什么难度 好 现在有些地方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了 就复勾一下啊 着急的同学就自己便移形式啊 变异形式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课就先上到这里了 你如非就是把这个外边的叶子 你可以再画得密集一点 把这个树干再给它衬托出来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在表达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 里边的这个细碎的小白点 不要让它太多 太明显 太多的话画面就容易显得碎 你看我现在就主要把这个 树里面的这些小白点 叶子里面的小白点给它点掉对吧 让整个画面的这种 墨色韵味还更加的强烈 同样可以用一些比较湿润的墨色染在里面 好 我们这张画就讲画到这里了 画到这里了 你们自己在课后可以适当的去练习 这些课图我就大概的给大家同学们 就示范到这里了 其实主要这个叶子 画起来没有太大一个难度 都主要是姿态上 以及墨色上的一个把控 好吧 同学们 今天还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疑问 没有疑问的话 有疑问的话你就保持到下节课了 今天耽误的时间比较长了 可能很多同学都已经等不及了 对不对 我们就先画到这里 然后这些 这些都会发给大家的 树根要留白 树 树根没有留白 我染色的时候树根也是染了的 树根我是染了的 我给朋友们看一下 刚刚画的这张 你看树根的地方 你看我是不是染了的 看是不是染了的 没有留白 是吧 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了 同学们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了 大家早点休息 记得提交咱们的作业 记得提交作业 大家再见